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收到这条留言 你们多巴已经皮团地到达了你的家乡 我没有去机场送你 如果分手是爱你最好的选择 就让我们再次分手吧 也许这就是人生 最炙热的爱 往往会遇到最低落的结局 尽管如此 我不后悔 因为我们曾经拥有过爱 哪怕爱情的波涛将我淹没 只要我能浮出水面 我还是会不顾一切地去爱你 好好保重 努力穿 如果醒来的时候 不能摸到你的手 我宁愿天天 为你在梦中相见 勇于爱你的 小秋 来 给我看一下 可以吗 左边高一点吧 好 好 好 就这样 好 对不起 嗯 小秋姐 打印机放哪儿啊 打印机啊 小的放我搬会上 大的放打印室好了 你们几个快点 一会儿我要打扫了 知道了 同志们 一会儿呢 咱们全部收拾完了以后 我请大家吃饭 开张饭哪 对啊 对啊 快快快 快快快 加油加油 赶紧呢 来 来 谢谢啊 来 谢谢小姐 您的快递 给您 好 谢谢 谢谢啊 好 对啊 谢谢啊 谢谢啊 紅� 谢谢啊 Raise 好 好 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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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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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读到一本很好的书 见到一个很英俊的男人 或者是总建议做很美丽的城市 你跟自己说 你看到这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你会让这些东西陪你度过年前 但是 过不了过久 新的事情就会发生 你读到的一本更好的书 到达了一个更美丽的城市 遇到了一位更英俊的男人 开始了一顿更浪漫的 你对不起 小秋啊 你不要害怕走近 每一个结局都因为这新的开始 你别跟我瞧瞥 我们俩之间只有开始没有结局 如果我们俩之间没有一个结局的话 那就是我们俩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小秋 小秋 你一定要幸福 发生的新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